天氣 梁靜忍 職業 是 漂亮 漂亮 這是我梁靜忍 年嗎 我們乾淨給他縮住 梁靜忍 職業 你不怕我成績 哎呀 我怕你啊 職業 我怕你不要再拿去 我怕你不要再拿走 旁邊 年快 我怕你 有點 banget 你不怕 你怕我怕你 我怕你哪怕 我怕你不怕你 你怕我怕我怕你 他的解禦 宁靜忍 雷靜忍 有一點 这本书就是新书是长篇 篇幅有四书大概有多少 我不是潘云联赛 上次在北大我跟你说过 对对对 这次不要是写那些没写出来的 那些东西到底有多少 我觉得应该比我不是潘云联写得好 在这种方法里的文化中 看起来的解决和感觉 哪是有变差的 里面对应和片片的一样 战云的全面 是在内面的一种 或者是两个人的工作 或者是维 Mmchiyang 传统的文化 这就是幅度又缘取了 因为画面的副 幻ő的节目 我们还是需要梁 Uqiyang 最重要的电影 它就是生活停止的地方 文学出现了 藉着电影也出现了 你要想知道书和电影 在互相表达到底有什么不同 你请一会儿买一本书看 我走在华尔街或者走在那个海边 自由女神女士的身边的时候 跟在我们村走 没有什么太大的心情的这种改变 随着自己的作品翻译的语种越来越多 去了很多别的地方 原来别的地方跟老高没有任何的区别 建筑不一样 河流不一样 肤色不一样 府的语言也不一样 咱人性确实是非常非常一样的 盐筋这个名字 您有没有考证过 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三国的时候有 进是渡口的意思吧 对 然后呢 我叫盐筋 盐筋的话呢 就是三国质里边有个曹操 然后的话在它同步凉 清凉盐筋 嗯 在它背上都吃 吃你都让一单后贵没 那你后悔不中了 我呢 我呢 这一点你说多好 就随身这碗呢 你一看这事儿不懂 老师家您这狮子树 怎么养着 接这么多狮子呀 都不管它 那你们养着都折了 不折就了 黄子 那个你这狮子走的时候 叫张狮子才折走的吗 折呗 要走是该折的 我发折的 折的那张狮子 现在成功没才折好在的 不是买的 不是白送的是买的 先尝后买 然后叫 这后一句是咋出来吗 菜头好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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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菜这里 他现在你唱唱 那个唱药天没有 唱不要 炸个不酸水 炸个不酸水 他不酸水 他问题是啥吧 他唱了唱 也斜天 他吃完了他又不卖 你这事咋能的 腊子 免费 免费 他管你的认多呀 他管你的认多呀 认多白白是 什么呀 他 他 下来又出来忙了 你又求人 100块钱 我 看你当时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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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不打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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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给你啥 我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啥都会 他会拌饺子馅儿 包饺子呢 是个细节 这饺子馅儿呢 是个人物结构 怎么肉 怎么菜 然后跟酱油 跟香油 跟姜末 跟葱花 他能够配合到一块 出现一种特别独特的味道 同样是饺子 饺子跟饺子不一样 这个鱼吃呢 这个鱼吃吧 嗯 可以 吃吧 这条路你是每年都要走的 那又是去我们村嘛 就这条路 你当初走的时候 路可就没这么好 没有 这土路嘛 骑自行车 四十里路 再三个小时吧 因为它 它不是柏油路 它是土路 你速度起不来 这条路呢 我小时候就是通过它 走到了外部的世界 就像现在有人说 说二十公里 我马上呢 能够想到 就是我们村 离这个县城的距离 我们村 特别小 村里的呢 每一个人呢 都认识我 所以现在有时候 这个人就问我 现在是一个名人 你什么感觉 我说我从小就是名人 我们村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人都认识我 说这不是刘建的大响子吗 原来啊 这个树啊是新栽的 我小的时候 这有一棵特别大的一个枣树 这个这个河南话 叫做唱造 特别的茂盛 然后通过这个树的话呢 就是上这个树 能爬到房子上去 树是有灵性的 我外祖母去世的那一年 树就死了自己 那我八个月的时候 由我外祖母的话 从县城给我背到了这个院子里 我那时候五岁 她把自己头上的那个砖子卖了 交了点学费 然后我就上了这个孟老师的学 我记得那时候 这里的月亮特别的明亮 就在这个月光下边能看到字 我外祖母不识字 我也不识字 外祖母看到字也发愁 就在这个院子里 知识文字给我们带来了 那么宏大的灾难 不然我外祖母说 咱俩研究到天明都没用 还是睡觉 第二天我访棉花的时候 你起来试一试 我看你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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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这个上个世纪是00年出生的 一直到去世的一年的话 她还到地理劳动呢 她在常常古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宋华正茂的时候 清纯岁月的时候 是我们当地的一个 特别著名的一个明星 但她名气相当于斯特里普 班吉利亚 朱莉和杜兰特 不到一米六的一个妇女 她三里路长的麦汤子 就是我外祖母从这头戈德纳头的时候 这是一米八的大汉 也就是到地的地方 我说你为什么搁麦子的话呢 搁得比别人快 我只要是炸下腰了 我从来不止腰了 因为你直头一回腰就会直跌 二次和第二十次 在别人直腰的过程中 我搁得比别人快 我是十四岁 离开老桌去当兵的 能够走出这个村庄的话呢 我还是收了一个 特别伟大的哲学家的指点 其实他就是我舅舅 我舅舅是一个干嘛吃的 他跟我说 如果你还在村里边一直呆着 最多能取一个小宝负 我心不甘了 我就问他那我应该怎么办 他说就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熟悉的地方 到陌生的地方去 这本身是一个哲学观念 这些年的话呢 基本上世界各地的这种大的书展 我都去过 就是像法兰科普书展 包括像伦敦书展 包括像巴黎书展 包括像纽约书展 包括像海洛书展 阿布扎比书展 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 他们说的话呢 就通过刘正云认识了 另外一个中国 原来中国人还会思考 而且的话 他还能用幽默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思考 两块钱 你买不了识规 两块钱 你买不了上当 你看这个不说所迟 拿刀刀便宜 买刀刀券 都两块 买刀都两块 全场卖两块 你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 大眼和 你为什么要哭 我做了 我是七八年的五月份復元的 我就在塔普中学 就当一个民办教师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转正 那时候我也是两全空空 面对诺大的世界 我不知道世界往何处去 我也不知道我能往何处去 七月份高考 两个月 然后就拿着书呢 到那个玉米地里去复习 我去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名村的姑娘 她一人在那水边梳头发 她用手拿了一个镜子 碗霞既落在了河水里 她也落在了镜子里 我就看到她脸是红等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镜头的话 在世界上 她转身即逝 没有人在乎 但是却是世界 因为有这一幕的话 她变得特别的不同 而是这些不同 有时候会推动 整个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 一个特别大的动力 确实就是河边这一幕 对我踢发些坦步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的 真實 今年的畢業典禮 我們有幸請到著名的作家 劉振宜先生 我在北大 有很多特別好的導師 我在另外一個學校 也有兩個特別好的導師 一個是我的外宗女 還有我有一個舅舅 一個木劍女 她小時候中國天花 就是臉上有一些麻雀 所以大家都叫她牛麻雀 牛麻雀做的香毒貴 在周圍四十里賣的最好 我外年的時候 跟她有一個爐邊的談話 她說我是從大心眼裡喜歡做木匠 誰說我看到一棵樹 我看到如果它是一個松木 我說這兒要給哪個家的公寓出價的時候 打個箱子會多好 如果它是一棵楊樹 楊樹是最不成才的 那只能打個小板凳 我覺得她已經到達了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的境界 她雖然不是北大哲學系的 但她到達了哲學系畢業的水平 所以最後我送在座的師妹和師弟 兩句話 一句 眾樹要做中樹 做人要做牛麻雀 謝謝大家 記得下次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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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大家都在写作 特别我上的是中文系又是文学专业 别人写呢我就跟着写 几十年过去别人不写了 我还在写 干嘛去 还不是房子的事啊 你少跟我提房子 还房子呢 我这孩子都快生出来了 还房子 房子哪呢 要去你去我不去 你去不去 我不去 房子去不去 我就不去 它反映的是中国人的生活的主流 大家就是这么生活着 就东方有这么一块土地 土地上有这么一块人 这么一群人每天就是这么生活的 也会存在一些其他的人 这些贵族 是另外一种生活 整天操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 这倒也可能 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肯定是这么生活的 我从写作开始的话 我是在批评声中长大的 写一粒鸡毛的时候 他们就说 它是流水账 接着他们又给我呢 搬了一个头衔 说开创了新写实主义 东方之子浓缩人生精华 青年作家刘振云是新写实流派的代表人物 他说真理都是 可塑 写实 真是从生活中拿了一些细节 小林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 这豆腐买回来你闻闻 不放在冰箱里都搜成这个样子了 小林家这块豆腐搜了 就是最大的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因为老婆回来要吵架 然后指责她 你为什么支撑那么低 你让一块豆腐都搜了 我说话可不宗情 你跟小林来 你现在就是个一板日呗 你甭上来 我说话叫芝麻 就是一板日呗 一板日呗 那咋的 一板日呗 喝水喝水 好喝水喝水 那不丑嘞 但是小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他跟一般的公务员可不一样 他认为他们家一块豆腐搜了 比八卦首脑会议一样公务 之前每天坐在八卦首脑会议上 脑满肠肥 自以为能掌握世界往何处去的人 他们的智商有那么高吗 但是这样的故事人物 情节细节语言背后的这种 认识和哲学思考 他有几个评论家能看出来 芝麻飞过三十年 小林成为了老林 那老林现在在干什么 物是人非物在人亡 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还是想静下心来 把这个三十年之后的老林 给写出来 我听说你红乎你红乎你 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选择拍这样讲这样一个故事 拍这样一个人物 拍这么一部电影的时候 你自己也首先你是不是喜欢啊 你是不是爱这个故事里的人 这个刘老师写的剧本 前不见头 后不见尾 下一场是逃荒的人流 逃荒的人流 漫山遍野 这个是我们的 纸片主任最恨的话 但是他体护在每一场的开头 都是这么写的 导演批评的对 确实我曾经说过 我是个好作者 但我确实不是一个好编剧 从那个手机 包括到1942 包括到我 是潘金莲 我就跟冯导演说 我说我不会写剧本 他跟我说 你就按照小说的写法就可以了 我按小说写完之后 拍的时候 风高演挠着头 说呀 镇云啊 你确实不跟写剧本 1942年懂 至1944年纯 因为一场汉载 我的故乡河南 发生了池类问题 资料记载 1942年下 到1943年春 河南发生大旱灾 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寥寥中原 池地千里 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 在死300万的同时 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 宋梅岭防美 甘地绝食 斯大林割裂大雪战 和秋吉尔感冒 爹 啥叫套黄呀 不愿意饿死 出门训迟来 就叫套黄 公主1942写出来之后 他们说材料的拼解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话呢 这些材料用起来 已经不是材料了 它是一个探照灯 灾民的角度 国民政府的角度 中国新闻界的角度 美国新闻界的角度 罗斯福 秋吉尔和斯大林的角度 宗教的角度 几个探照灯 共同照在这个 一千多万 投放在人群的身上 饿死了300万人 日本军队占领了河南 它开始给这些灾民发放粮食 你是当卖国贼 当汪国奴 你还是要饿死 它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地严峻 日本人进攻河南的手段 这么毒辣 给灾民发粮食 是我没有想到的 听说 有些灾民 吃了日本人的粮食 在帮日本人打仗 是真的吗 大特也写过一本书叫 德军占领下的巴黎 德军占领巴黎之前 巴黎的社会知情特别不好 德军一占领马上好了 用它宵禁了 那些法国男人的话不太懂礼貌 在公交车上不给女士让座 但德军士兵怕站起来给女士请了个礼 她说这个法国妇女 到底是该做呢 还是不该做 比德军占领巴黎问题要严重呢 其实导致我写文部1942 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遗忘 比如讲我就跟我外祖母说 我说你跟我说说1942年 外祖母就说1942年是哪一年 我就说饿死人的那一年 外祖母就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 你到底指的是哪一年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被遗忘的角落 仓仓是这些被遗忘的角落 藏着这个民族的历史 文学它可能有时候会像一束光 它能照亮这些被民族遗忘的地方 拿住手机 换手机 换大盆 换打气口 拿住手机 不住用的手机 换炒锅 换儿童环境 拿住铁铁 铁铁铁铁铁铁铁 去个羊吃好了 嗯 去个羊吃好了 去个羊吃好了 嗯 这谁吃啊 我来我来我 哎呀 你上了份上去啊 对 你去得慢点啊 没事 没事 你不怕我吃 给你吃 哎呀 我怕你啊 嗯 我先不要吃 我去吃 来 这是不是 Target 我不去 我没有用 我回来看看 那你可以看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这还摸啥的 是的 这里还放下的 是吗 是吗 这 在微信上看了 北大你得看 比呀 天理呀 你看 你看现在这个微信 传播还是很厉害呀 哎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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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你 你哪里呀 这行 行刀的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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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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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有多少 哎 有几百户人呐 都幸福 哎 谁意思呢 有乞儿 乞儿 乞儿 这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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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不都幸福 我看了 哈哈哈哈 这回头不还得差 你别我学我大 哈哈哈哈 我只找姬小娘 我不找姬小娘的妹夫 哈哈哈哈 走 你慢走 老婆 我转转 你慢走 走 走 我走走 我走 我走走 走 他回去了 刘吉南回去了 对 结了回去了 嗯 天理头也可不少 嗯 嗯 我看来那 酱仰酱 他酱仰酱 这个是维达 跟北大江江最后 因为这个卢相级 他这个卢相级好啊 钱都卖下了富贝啊 最后加叔还是回到那个 还是回到那个吃饺子那个 跟他那个同学上学生的 哎呀我一看呢我说 他跟他不一样 他开始江跟最后 最后他那个手里 我一手里比较好 这是老伯还是很有文化呢老伯啊 上高中少几天上来去 但是我先不上好文章 但是我好文章堵起来都是好 其实故乡对一个人 最大的影响 首先是语言 正当在河南的话 他说的就是河南话 当然比这更重要的是 在地方人生活方式 包括他生活的态度 世界观和方法论 为人处事的这样的方式 我写过 以故乡这个名字的 出现在标题上呢 是三部嘛 一个是故乡田野环花 一个是故乡相处流传 还有一个是故乡面和花朵 不像面和花朵 我现在再看起来呀 是走了一段弯路 因为人一天的话 别人讲要说三百句话 有用的话不超过五句 五句我不写了 我写二百九十五句 语言的洪流 是怎么淹没人 群体 生活 这个莫言创造的故乡 盛开在感官里 刘正英的故乡 是在这个话里 是在说话里 河南话叫喷哄 有的朋友就说 这个书啊 两个半人看过 一个是刘正云 一个是他的编辑 还有一傻子看一半 但现在好像各大高校写 互相面和花朵的博士论文特别多 为什么呢 我想明白了 因为 互相面和花朵二百多万字 这学生说 导师 肯定是没有耐心把它看完的 我们评论家们 面对着这么一个难以捉摸的 面对这么一个难以捉摸的对象 我常常是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觉得其实对我作品最好的评价 就是对刘正云无处下嘴 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个 这么有学问的评论家说出了这句话 看来中国还是有好的评论家 这是1995年 我遇到了一个 是非常意想不到的一个打击 这是我外祖母去世了 1995年3月12日至24日 是我个人历史上最为不同的日子 因为我在这12天里失去了 有了不错的日子 我再来的老娘 当我在回到那个乡村小院 大呼小喊喊老娘的时候 再也不见老娘的衣门应答了 当我晚上再来的时候 再也看不到你屋里的灯光了 当我不见你的笑容的时候 一切在我面前都成了一片黑暗 有请电影一句电影万句的原著作者 编剧刘晋云老师 导演刘晋云老师 在媒体的话呢 再说今年是留正云年 由于这个 我不是潘金莲的改期 小刚啊就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的话是凌晨三点打的 他说我就是要改 一句底名万句的后一个礼拜 不是说留正云年吗 我们干净给他说什么 留正云年 苏格拉底知道了 沙电铺在哪条件 孔子总知道吧 他说过一句话 有彭子远方来不宜悦 这可知道 欢迎词 怎么是欢迎呢 骂人的话 老宋 少说这些俗的 一句顶尼问句的编剧 刘建云 坐在高的人的话 是打1145 这些俗诗的编剧 这些俗诗的编剧 欢迎两位主唱 你喜欢的有点闹电影吗 咱表达的是什么 觉得拍得好不好 因为看见人家的话 也是我的作品 编剧刘建云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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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俗诗的编剧 这个编剧 这个编剧 都是好不宝战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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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买 你要有一会儿平常你给他刷点块吧 他写多着就你写上 是那个 俺那个孙女那会儿有 俺渔林的有两三岁 给家住了一段 给家住一段爸爸是我的 我给他买了月冰 他爹娘来给他叫走了 吃的也吊过后一辣给他抓上鸽来 他一走 我瞧说那个月饼啊 心里都给他喝酸了 不好受 我就能给真人帅了 我说 这牛走了丢了块月饼 瞧说那块月饼啊 心里可不好受 他先那个 一举丁一丸举 那么开不出了 那个灯着啥方不是好 碗圣口丢了钢的颜色 他都在那块月饼都鞋了 你不定刷个啥油 都给你鞋了 虽然严禁的天主教徒 只有八个 但老瞻并没有气馁 七十岁的人了 还一年四季 风里雨里满严金跑着 我以后看过去老瞻 就是跟那个 眼里街头一脉 一脉丛的老头 没什么匹别 老瞻 信了猪 你就没有忧愁了 我跟猪 这一点言的关系都猛 我信他龙上 信了他 你就知道你是谁 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了 我不赖老瞻呀 我一杀猪了 从曾家装来 到葛村杀猪 其实啊 你说的也对 你总不能说 你心里没有忧愁吧 那倒是 这犯人哪 先有难处 有难处不造猪 你造谁来的 这猪能帮我做啥了 猪马上让你知道 你是个罪人 对 这话说了 我跟猪 连一秒都没见过 他咋知道 错一定在活了 我要说作者的话呢 他最大的发现就是 人物结构之间的力量 你比较一个神父 要发展一个 中国的杀猪将 信众 他俩之间的对话 你怎么描写都没有 像这样的交谈里边 那种言外之意 弦外之音 和两个人的那种趣味 这个是作者的创造 他一辈子 他成了四个人 他可能心里上 没有意识到 他一辈子 到底不知道 要变成几个人 那有人问 你就别用 你从哪儿来啊 燕紧 燕紧怪天狗 你闯哪儿去 勾起 赶上去 偷琴姐 你叫我什么 沐墨席 这诗道在大陵 自己过了二十一岁 性命一概有三点 一开始像样白石 后来像样沐墨席 后来又像沐墨席 藏皇之下 你是不是凑合舍弃 我你叫我杀鱼杀蛋 你不会杀了人 掏出来 这个王国里只有人 只有茫茫人群 在茫茫人群里去 找那一个一个的人 在刘正英看来 就在这个人群里 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人 我们这个镜头 拉进去 盯住他 在他身上发生的事 和一个在一个帝王身上 发生的事 是一样的 这么高 炸支级 要念长洗集 好 这人写个 这人写个 这边写个 这人写个 来来来 抬个抬 不然怎么样 想念了 这两个 你还在家里呢 对啊你 是 哟 好高兴啊 这个 这个我这个衣衫啊 这个拿出来 有时候拿出来 有时候拿出来 一会儿拿不出来 这都是一层的 看嘛 这有时候一拿吧 这拿出来 这有时候拿去 就是 这个地上有 现在这就 就开了 你要 他就出现这个问题 是 那你收的是哪 两边的收了 两边的收了 对 两边的收了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来 来 多钱呢 不想钱 那不中 不想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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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都是老公里 不要钱 那大块再要钱 那咱打块是吧 不多 那咱打块是吧 不多 中了 这两位 我中了 我还听我母亲说 因为我家里很穷嘛 她说老公和父亲的话呢 她觉得到感激市 瞧嘴吃 瞧别人吃 她说我特别爱看别人吃牛肉 收摊的时候 她不是切案子的牛肉吗 剩下那碎沫和白皮 她一般的嫂子都扔了 我外祖父上去跟人说 大哥 你看看 我们家的小女孩 看了一天呢 要不让她吃了她 满脸的欺求和笑容 我是搅嘴吃人的这个后代 又为什么能说出老百姓的肺腹之言 经肺腹之言本来在我家 它就存在 这一天 我知道你接到毛泽文学奖的那个电话 是在 当时在台上 那是这个 买菜嘛 买菜的话 就是说出版人就打个电话 说你有得了个钱 没那么钱 得奖也没有那么太重要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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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说我老板 然后的话呢 我好多书的话呢 都是这个 埃哈玛德塞伊德先生给出段 然后呢 他呢 今年的话呢 也是这个书展的大师 小大师 小的 也不小 他是那个北京图籍的 北京市的大师 他是中国的 但是他起码也是个 首都的一个大师 对 然后的话呢 就是 他出了很多书 遮扭 手机 然后 一季定完季 出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在他的照片 然后 不好卖 我们就换了 好卖多了 网上称呼 刘老师是颜值大师 那在埃及可能不一定 因为在埃及的话呢 长得最好的就是他 不不不 因为埃及人不管他是谁 谁的东西好 因为旧买 对 所以他的住在阿拉伯格 叫买得好 不是因为他是旧老师 他也是因为他写得好 对 中文字 或更具体的魔法, 在此的感觉, 您的模特性仰和有所能量的模特性。 我们今天邀请你来自身份, 尤其是宝贝尼, 您的感觉, 尤其是佛法, 您的感觉, 您的操作品, 您不期待, 您的感觉! 是来自身份的方法。 恭喜! 李oljeぎ 宫是很柔的еж剧, 他写的东西符合任何一个地球人 因为他用的是很简单的幽默的语言 他把这个幽默就放在就像一个面具一样就放在前面 但是这个面具后面有很多严肃的很聪明的一些东西 你看到他写的是笑话 可是你要是再仔细的那么一点想 其实他这个有点哭笑不得 有点不知道是哭是笑 不是同时哭也笑那种的 刘靖云的幽默可以翻成德文英文法文 大家说我的作品是现实魔幻主义 其实我真的不想把现实魔幻 仅仅因为我作品里的人物 就生活在这样真实而魔幻的世界里 当这些人的心事不出诉说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倾听者坐在了他们身边 当我把他们的肺腑之言通过文学 告诉中国读者和其他许多民族读者的时候 更多的倾听者也坐到了这些 在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人的身边 这就是肺腑之言的力量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